最近几年有很多新兴的汽车公司 把力量都投入到了微型低速代步车的领域 当然有很多传统的汽车厂商也在发力这个领域 比如说日本著名的汽车品牌日产 就设计了一款名为Pivo3的极具未来感的四轮电动代步车 Pivo3看起来蛮酷的 它就像是一台来自电影里的道具 大量的弧线和折线 完美的在它的身上结合 虽然它的长度还不到三米 但看着就是让人赏心悦目 Pivo3两侧各有一个电动的侧滑门 这种门一般都是MPV车型才会使用的 一款两米多的小车使用了这种门 不但可以让上下车的空间变得很大 同时停车时也不需要大的位置 Pivo车内的布局非常的有意思 它的内部能够乘坐三个人 可座椅并不分前后排 只是错落的排列 驾驶员在车的正中央 而乘客则分居两侧 造型独特的方向盘和仪表盘 也会让你有一种驾驶飞船的感觉 这台小车用的是电作为动力 时速可以达到60公里 充满一次电可以跑100公里 它的样子很酷 还能够坐三个人 全封闭的车身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而且还环保污染 所以它特别适合上下班代步 有了它在城市里 你根本不需要汽车